你看他走路都好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 我是1966年的 数码的 1966年数码的 想看什么 我的身体很不好 我的外形 我的嘴巴也有点歪了 而且我有忧郁症 我也有癌症 我想知道要 你想知道 讲得来好像没有个地方好的 我告诉你啊 你主要身上有两个大灵性 就是两个大鬼啊 你的婆婆还活着不活着 外婆还是祖母 我不知道 反正是一个女的 脸长长的 头发往后梳的 那个 那个应该是外婆了 反正这个 女的老婆婆在你身上 要在我身上 你赶快给她念经啊 好吗 如果是我的祖母呢 祖母也是几十年了 也要念经吗 如果她没来找你 你就不要 我今天帮你看出来 说哪一个 你就是哪一个 听得懂吗 你要我再讲个特征吧 我看看她的特征啊 被有点驼的 走路 因为我没有看过我的祖母的 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 我的祖母 我说你的外婆呢 外婆我有看过 外婆走路是不是背后的了 有点 头发花白 不是全白 对不对了 对 眼睛双眼皮 好了 就是她了 好了 给她念啊 念多少张 63张 63张 好吗 好 你这个人人不坏 脾气不好 嘴巴不好 好好改毛病 好 要骂人的你 听得懂吗 所以我的嘴巴歪了 是什么原因呢 她自己都知道 还问我什么原因 我告诉你们 经常造口业的人 经常嘴巴歪 真的 经常脚去人家的人 脚就会抽筋 真的 我告诉你 你面部神经有偏瘫 就是你脑神经问题 极度的兴奋 极度的紧张 极度的激动 骂人的时候 人都很激动 你的嘴巴就会歪 听得懂了吗 会好吗 她说什么 会好吗 你念经了就会好 不骂人了就会好 你要吃单身片了 你的血脉不合 好吗 好 腰们腰们一塌糊涂 你的癌症是在妇科上面 是 鼓掌 听得懂了吗 好好念经了 一定会好的 否则你的命不长 你现在几岁 五十一 你这个毛病 如果你不念经 不好好的修 五十四岁 听得懂了吗 七岁还是 那一 差一岁有什么意思了 十一岁了 多活一年有什么意思啊 你有本事活到七十岁八十岁呀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我犹豫症会怎样呢 要犹豫症就自杀呀 会自杀吗 你不会 我不会 因为你不想死 你还有一点钱在 我没有钱 藏起来的 没有钱 手势也有 钱也有 都藏起来 五十四岁 好了 五十四岁有个小官 你现在念经就不会 没有 去放放生吧 去放生多少条鱼 一千两百条 好了 我还要想问 问一位往生者 我的父亲 叫什么名字啊 秋 金 水 秋 山秋的秋 有单耳旁 黄金的金 河水的水 秋金水 秋金水 阿修罗 阿修罗 走的时候 帮他超度过 你们啊 找法师超度过的 对 阿修罗 屋长 好了 不能再问了 我的图腾是什么人 再问这个 几几年数什么 六六 属马 白的 白的 好了 白马下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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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sh